恆子里面特别想谈谈亚历 因为看到其实恆子就跌转升 但是亚历也是要逆市向下的 未来100元的支持位 你觉得是否能够住呢 真的保证不到 其实你应该知道 为什么亚历这段时间跌得多 又被虐探 然后又说很多 现在说的市况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会远远 就是监管情况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 亚历巴是没错 第一季的业绩出来了 没有预期中那么差 但是还是差的 而你说这两个月 为什么亚历巴的股价由低位大那么多 我们看到市场上有些声音说 亚历巴又有增长势 投出业 我们就觉得是出市 第二季的业绩可能也会比预期好 但是仍然是有一个盈利倒退的状况出现 只不过倒退的幅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大家只看到电商业务上面很稳定 但问题就是不是遇过天青 你过去一个星期 或者过去一个月的时间 甚至说买集团准备就快上市 这些消息都出来了 所以100元穿不穿 就算100元穿了问题真的不大 现在短线阿里巴巴面对的问题 就是过去两个月升了很多上来 如果穿100元 调整幅度会比较深一点 可能整个升浪会调0.6 100左右 大约95至93元左右 穿100米下这些位置 所以分清楚我觉得 就是说任何角度都是 你究竟是短炒 还是打算抢炸 所以如果在100元上来 你打算长线投资阿里巴巴 分住吸纳买 出100元是无所谓的 你就下低一些买 但如果突然上升了很多上来的时候 你打算一煮个武士 走一个大牛市行情的话 我们就说会不会太过天震 这一刻我们正在报仕 说跌幅收到现在又升线回来 我觉得是市况 那来是上上落落 挂得很厉害 因为当我们说得越多不明朗因素 市市越不肯定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我们说了一整个小时 没有方向 因为市况真的没有方向 其实不是没有方向 是有向下的可能性比较大 可能是60%低 40%升的意思 那状况就是市况会挂得很厉害 大家记住就是说 虹市就出现了 但不代表就是说你去挂东西 那些东西直策没有水化 相反例如牛市有时真的会升得很长远 很稳固 那些是比较舒服赚钱的状况 但是你是说在虹市上面 当然你挂东西最终会赚钱 但是过程当中会不会输很多之后 经常被人夹 夹很多次 最后才一次赚 虹市都是这样的 所以短线来说 你问阿里巴巴100元这些位置 守不守得住 相反地是如果你做短线部署 100元穿埋 你要理性投降 上回100元楼上 或者这些位置你博反弹是没问题的 但是短线就是出出入入 但是你说是否一些好的买货司机 不是 一注一定不是的 之前80元都见过了 再减80元有什么出奇 因为你要一注过的时候 一定是落到很低 甚至可能再穿埋 或者说70-60元才会舒服一点 到时候过程都不舒服 你想想 现在你看回当时 4-5月80元买阿里巴巴 我自己都试过 那时候是不舒服的 明必手上会坐整个星浪 所以如果你真的做长线投资的话 分注构纳会比较好 如果一注过的时候 任何短线部署都是 如果你看得很短线的话 穿100元就要小心一点 好吧